好,大家好,我是正鋒 今天我們來跟各位介紹我們一聲的冷錶機系列喔 首先呢,各位有沒有看到我們黑色這台小小型 很迷你,很可愛 它是一台我們的A3手動冷錶機喔 那各位看看我們左邊這台 它呢,它一樣是冷錶機,但它有加熱的功能 而且它是電動的 所以它是電動冷熱錶機喔 那我們冷錶機呢,會用在什麼上面 第一,我們常見的做貼紙阿 或者是我們現在也很流行的水晶貼 水晶貼呢,它也需要用冷熱錶機或者是冷錶機來完成喔 那首先呢,我們講一下我們的手動冷錶機 它基本上呢,它很輕巧 它可以我們隨意帶出去阿 做一些客製化的活動阿,做貼紙 我們就可以用我們的手動冷錶機 那我們電動冷錶機呢,它又是什麼 第一,我們可以做大量的冷錶、熱錶的動作 那它有上下都可以放卷料的部分喔 上下可以放卷料 再來,它有調節溫度的功能喔 我們先跟各位介紹一下我們A3手動冷錶機 需要注意的一些事項 首先呢,各位有看到這兩邊有兩顆螺絲 這邊呢,是調整我們這個捲的壓力 捲的壓力喔 因為壓力如果太鬆 我們在做冷錶的動作會有一些氣泡喔 那基本上手動冷錶機很簡單 我們只需要將我們的A模跟B模放好 然後這樣捲進去 捲進去 這樣子過去 有沒有 這就是我們的手動冷錶機 然後其實呢,這樣子就可以在外面呢 很方便的完成一張錶的動作喔 首先呢,上方呢,是可以裝我們的冷熱錶的磨料 那我們下方呢,因為它有冷熱錶功能 我們下方也可以再裝一支磨料 這樣子呢,我們可以上下服務 那再來,這邊呢,有個開關 我們的開關,這邊可以關掉 關掉之後呢,全部都是停止狀態 這邊這個是加熱的按鈕 開下去它就會加熱 那它可以正轉、反轉 還有正轉、反轉功能 那這邊有調節溫度 我們可以設定現在我們要調90度、100度 甚至最高可以到200度左右喔 因為我們要看我們熱錶的磨料 需要的溫度再去調整我們所需的溫度 那再來,最重要的這邊 這邊呢,為什麼會有一個這個 這個長方形的旋鈕呢 這個旋鈕呢,其實就是為了讓我們 紙可以靠著 每一次呢,它都捲進去 都是一樣的位置 有沒有 它這樣自動捲進去,非常的方便 完全不需要去手動 對,那電動冷錶機呢 其實它優勢就是可以大量啊 或者是更節省人力的時間 那以上呢,這就是我們一聲 冷錶機、熱錶機的介紹喔 想要了解,趕快跟我們做聯絡喔